通过了台北法案 纽约时报就分析 美国试图提升台湾的国际地位 只差没有承认主权而已 台美是尽可能接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 加上今年是美国总统大选年 两党狂打反中牌 也让台湾成为了瞩目的国际焦点 美国卫生部长阿扎尔访问台湾 被外界视为台美关系重大囤获 阿扎尔赞扬台湾公卫实力 这也是41年来访台层级的最高美国官员 台美关系备受瞩目 而纽约时报就分析 美国试图提升台湾国际地位 只差未承认主权而已 台美尽可能接近国与国关系 报道也分析 美方国安团队目标让美国 走向和中国大陆对抗的长期路线 而就先前美国国防战略报告中 从军事极可信度来看 台湾有无比重要地位 今年是美国大选选举年 不管是民主党或共和党 都狂打反中牌 纽诗更分析 台湾一直是华府北京间的敏感议题 所以中美关系紧张 台湾更加受阻 尤其港版国安法通过后 美方就有官员认为 支持台湾相当迫切 报道中也分析 美国不太可能在台驻军 不过却有可能派遣军舰停在台湾港口 展开训练 加深台湾成为美国环太平洋盟友的一员 针对近来阿扎访台 及美国对台军售 大陆官方一贯回应是 敦促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停止提升美台实质关系 妥善处理涉台问题 就此中最后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